小伙伴们周五好,又准时和大家报道了 每周这个时间都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非常的开心 也收到了许多小伙伴们发来的各种咨询交流邮件 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和大家分享各种实用的真实经验 好了,让我们植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用这五个方式补仇找不到租客 上几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应该如何筛选租客 没看过的小伙伴们建议搜出来看看,非常的实用 如果不好好筛选租客,以后可是头疼不断 这期主要是分享如何找到租客 因为没有租客,就连筛选的机会都没有 特别是对于新手房东,刚开始根本没有头绪应该如何去找租客就有效率 哪个方式会找到哪类型的租客 应该怎么通过平台和他们交流 所以下面我们会分点分别介绍一下不同的方式 找到的租客类型及要准备的东西 在开始分点介绍前,无论用哪个方式,在哪个平台招租 房东盟都要先准备好这几样东西 首先要准备一组好的图片 建议如果自己手机质量不好,找人来拍 特别是房子租金上2000的 找专业的人拍照价格在100到200间 专业摄影师因为经验足,器材好 拍出来的角度和照片的质量要好太多 好的照片当然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看 我把这项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也是因为好的照片真的太重要了 第一印象绝对是租房是否成功的最大要素 试想一下如果您是租客 看到的房子照片,昏层,杂乱,不清晰 还能想象自己住在里面的样子吗 特别是租金比较高的房子,租客的要求会更高 其次要清楚了解自己的房子情况 比如多大面积,有没停车位,车库 租业包括水电,网络吗 多少个房间,是否带炉头,洗网机,冰箱等 旁边是否有成熟的社区,有地铁,火车吗 上高速容易吗 是个家庭社区,还是个年轻人,学生社区 旁边是否有特别吸引人的天然景观 是否要求租客不能带宠物 是否要求租客不能在室内抽烟 之所以要了解这些 一是方便回答潜在租客的问题 二是无论用哪个方式,哪个平台 在打广告的时候都要求您填上这些具体的信息 信息填得越具体,越节省时间 比如您要是写上布包房,洗网机,冰箱,炉头等 想要这类型电器的租客就不会问了 其中关于这点,以后会开一期聊聊什么应该配备 什么不应该配备,为什么要这样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小铃铛 以免错过重要的信息 最后,准备好一段清晰明了 优质的介绍,非常的重要 现在租客可以通过这段描述 清楚地看到您房纸的优点 比如守在的位置很便利 房纸有哪些方形,哪些配套 可以让您在别的招租广告中脱颖而出 上面这些前期准备,无论是用在哪个平台 用的哪个招租方式,都是要求填写提交的 所以大家记得先备好 好了,下面让我们直接分点介绍最常用的招租方式 首先第一个方式,也就是通过KGG这个平台 为什么我会先提到这个平台 相信大部分生在加拿大的朋友们都听过这个平台 许多人也用过,算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平台 很多人通过它卖东西,买东西,招租,找房子等 服务类型也特别多,本地人也特别喜欢用 所以我首先介绍它 这个平台一般忘记发出招租广告后都会有人来查询 一般他们的留言会通过邮件的方式来通知您 回答他们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的框框 直接在那里沟通最简便 我的做法是先要到他们的邮件 把租客身心表发给他们填 填完后给符合要求的租客进一步电话沟通 看是否沟通顺畅 该潜在的租客是否躺成配合等 通过电话筛选 再让他们来看房 如果不是出房的忘记 建议大家付费推广 这个平台有不同的package选择 几十块到一百多 自己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我有小伴的租客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找到的 讲完第一个方式要介绍的第二个方式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Facebook自带的marketplace 这个平台的优点是流量大 可以通过平台点击潜在租客的主页 大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要是看到很多party的照片和一大堆宠物的 相信很多房东朋友们都不带港租了 所以用这个平台会自带这点好处 一般潜在租客看到您在marketplace的租房广告后 会给您发信息 您最好下载他们的messengerapp 方便和潜在的租客沟通 相比KGG感觉这个平台咨询的人更多 如果说KGG的潜在租客都是学生类 希望租金比较低的租客群体 这个平台感觉租客比较中等 可以接受稍微高一点的房租 这仅是个人体验 欢迎别的有经验的房东 在下面评论栏留言分享你们的心得 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相当一部分租客 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找到的 第三个方式是用centris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相比之前的两个平台是有门槛的 一般要持牌中介才可以在上面登广道 听说自己付费好像也可以 但是没有时超过 这个平台的优点是能找到数值比较好 应予付高一点房租的租客 所以如果您持有的物业是2200以上 房子状态比较好 租金比较高的 推荐试一下这个平台 我其中两个独立房都是通过付费给地产中介 挂广道租出去的 一般通过这个平台的租户 有好些人自己甚至有自己的租房中介 愿意花钱去请中介帮自己找房子的租客 不会太抠 我用这个平台找到的租客 目前是所有租客中最容易 投层最少的租客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还是有它的道理 第四个方式是用roomper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优点是界面非常的清晰 容易上传资料 和潜在租客沟通比较方便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看到他们的手机号码 也有一些流量 但目前还没有通过这个平台找到租客 不过使用体验还是相当不错 大家可以去试试 最后一个方式也就是用Gipropio这个平台 很多人用这个平台卖房出租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用这个平台卖房不用付中介费用 等于房主自己整理资料 自己挂广告 出售及出租 好处就是省掉中介费 特别是卖房的中介费可是一项大支出 但是相对租房这项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因为别的平台也有这个功能 所以说如此 通过这个网页还是有一些流量 潜在的租客大部分可以通过这个 网页直接电话房东咨询 所以还是值得试试 网铺得越大 受众越多 想尽快找到好租客 多做些平台总是没错的 在这个平台上面唯一的比较麻烦的是 他们对照片的要求比较高 一般的照片很难上传上去 到时大家留意按照照片要求来调节了 好了 上面五个最常用的找租客方式都都过自己的使用体验给大家详细分析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 当然还有些小平台 我身边好友们告诉我成功遭租过的 因为时间原因就不追需了 相信如果好好尝试上面五个平台 已经能给您找到很好的租客 别的有更多经验的小伙伴们欢迎在下面评论栏留言 让更多人受益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了 这期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五再见咯 檐檐檐檐檐檐搜 佛 Argentina apostles 都别 När watching 你们 我们下周五 。 香港